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老蔡峰 这期咱们继续回顾高达0079的剧情 上期说到,奥特萨作战以联邦军胜利划下了据点 白色基地也损毁严重,正去往联邦军的北爱尔兰基地 他们将在那里进行白色基地的维修和补给工作 不久后,白色基地便到达了联邦北爱尔兰基地附近 但在经过港口时,被一个红发女子发现 此人是吉翁军安插在此处的眼线 红发女子健壮,立马将白色基地到达港口的情报送出 收到这个情报的,是吉翁军的一个侦察小队 这个侦察小队只属于基辛利亚麾下的疯狂愚人队 而疯狂愚人队新来的指挥官正是夏亚阿兹纳布尔 此时的夏亚已经不再直接为德兹鲁将军效力 而是被基辛利亚看中并进行了重用 从原本的少校军衔,晋升到了现在的上校军衔 夏亚通过侦察小队从港口发来的照片猜测是白色基地 于是让疯狂愚人队的大部队继续潜在原地待命 他自己则是驾驶西兰斯侦察艇前去港口一旦究竟 雷比尔将军得知白色基地到达港口后也来到了这里 他召集了白色基地的成员们召开了一次会议 会议中,雷比尔将军向白色基地从离开Sed7后 一直努力作战到现在表示了感谢 并让白色基地修理完成后,去往加布罗总部报道 弗劳波听闻后,向雷比尔将军表达了内心的疑问 如今阿姆罗的人已经骑虎南下,只能成为军人 雷比尔将军还将吉凤正在研发新型机动战士和机动装甲告知众人 他告诉大家,最后的战争将会更加惨烈 所以希望白色基地成员们能够好好拟定作战策略 散会之后,众人从会议室出来时遇到了那名红反女子 红反女子打着卖土特产的旗号前来打探情况 想要从众人的对话中得到他所想要的信息 另一边,吉凤的侦察小队正在偷偷接近白色基地 他们想要在夏亚到达之前将白色基地击沉 侦察小队派出两台新型机动战士名为战械出动 战械到达白色基地附近时遭到了小型炸弹陷阱 不过这些炸弹却并未能对战械造成丝毫伤害 驾驶员见状释放防护凝胶阻止了炸弹的爆炸 战械顺利潜入港口后,对联邦军基地展开了攻击 为了保护船务中正在修理的白色基地,双方开战 由于钢架龙还在修理中已被拆解,无法上场 几战机也还在修理过程中,不过即将修理完成 布莱德只好派出高达和钢坦克前去迎战对方 而且光束步枪也还未修好,高达只能使用流星锤出战 高达头部的火神炮竟然无法对战械造成伤害 阿姆罗找准机会运用流星锤命中的战械 战械虽被打倒在地,可还是没有受到重伤 阿姆罗再出一锤想要乘胜追击,却被对方双手挡下 这个举动让阿姆罗深知,战械的力量或许在高达之上 没有光束步枪的高达是无法战胜对方的 于是他立马联系弗劳波,询问机战机部件是否能用 弗劳波表示,机战机后端的坦克部分可以使用 阿姆罗迅速驾驶高达回到了白色基地中 然后运用高达的上半身与机战机后端合成机弓牛号 阿姆罗驾驶机弓牛号再次出剑,以战械展开战斗 几次周旋之后,阿姆罗终于找到了战械的空档 随即使用机弓牛号的光束炮成功击穿了一台战械 驾驶员也随着战械的爆炸焚身碎骨而亡 另一台战械见状不妙迅速潜入了海水之中 这让只能在陆地使用的机弓牛号无法追击 就在此时,塞拉告诉阿姆罗机战机前端已经修好 而且高达的光束军道也在机弓牛号中补充好了能量 于是塞拉驾驶装有高达下半身的机弓机前端出剑 阿姆罗则是驾驶机弓牛号与其组装成为机装甲 然后再将机装甲分解成高达和机弓机加入战斗 高达负责在海水中对付剩下那台战械 机弓机则是在空中掩护高达的作战 不过战械原本就是擅长水中作战的新型机弓战士 高达在水中被战械疯狂蹂躏 最终高达战胜了最后一台战械守住了白色基地 与此同时夏亚与侦查小队会合得知了情况 她从战械之前传回的照片中确定了正是白色基地 得知两台战械被毁的夏亚并不感到惊讶 因为她深知高达的卓越性能有多强大 夏亚这次归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毁掉高达的 毕竟高达是伤害了她自尊的机动战士 白色基地这边对这次战斗召开了总结会议 阿姆罗在会议中提出了高达与机部剑之间的优化方案 雷比尔将军将这个优化方案带回总部并告别了众人 白色基地成员们等的剑体修缮完成后才会去往总部 然而就在此时 凯翘翘换上了平日的服装准备离开 因为她不想一直过这种枪林弹雨的生活 离开时她遇到了散会出来的阿姆罗等人 阿姆罗追出剑体将自己的贴身工具箱送给了凯 声称让凯将其卖掉可以换取一些经费供他使用 凯最开始进入白色基地时是个有些令人讨厌的角色 不过通过后面的成长让众人对她改变了看法 她也成为了白色基地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 告别了白色基地成员的凯踏上了自己的旅途 她在离开港口时遇到了先前那个红发女子 这个女子告诉凯她名为米海尔是当地渔民 当她得知凯离开了白色基地后邀请凯暂时住她家 向来谨慎的凯虽然已经猜出对方有问题 但还是同米海尔一起来到了米海尔家中 米海尔的父母都已经在战争中死去 如今的她和弟弟妹妹相依为命照顾他们 米海尔不断旁敲侧击地打探白色基地的情况 凯也猜出她是运用情报来换取钱财养活弟弟妹妹 米海尔声称要帮凯拉条毯子遇寒暂时离开 凯从米海尔的土特战篮子中发现了手枪 很快米海尔就将从凯这里得到的情报送出 夏亚得知情况后立马做了两手准备 她让侦察小队派出战线和磨线去攻击港口 并让米海尔在攻击期间扮成联邦军人潜入白色基地 夏亚将任务交给侦察队长后 自己回到了疯狂渔人队 侦察队长派出部下伪装成居民去与米海尔对接 很快双方开始交战达得如火如荼 米海尔骑着自行车来到港口见到了对接人 对接人将一袋钱交给米海尔 并告知了他接下来的任务 若是米海尔完成了潜入白色基地收集情报的任务的话 接下来将会得到更多的报酬来养活家人 米海尔接过钱财和联邦军制服后 准备执行潜入计划 他回到家中找到弟弟妹妹时 凯已经离开了他家 米海尔交代好事情后 离开家朝着白色基地而去 白色基地这边派出高达和机战机 以及钢加龙出战御敌 阿姆罗驾驶的高达被战线引到了水中 双方开战 塞拉驾驶机战机对付侦察小队的舰艇 由于凯的离去 刚加龙只能由随人来驾驶 然而他却遇到了比战线性能更强的摩蟹 面对摩蟹的猛攻 刚加龙被强力压制出于劣势 远处山顶观望的凯健壮 犹豫不决 他脑海中浮现出 从登上白色基地到现在的重重回忆 凯虽然嘴上不饶人 但内心早已将众人当作同伴 那份想要保护同伴的欲望 让凯无法自拔 于是凯真用了一辆摩托车 朝着白色基地狂奔而去 凯找到闲着的钢坦克后 驾驶钢坦克进入了战场 阿姆罗这边 在水中以战线打到蓝分上下 不过有了上次对战战线的经验 让阿姆罗找到了机会 他运用光束步枪 成功命中了战线的驾驶室 由于在水中 光束步枪的威力减半 阿姆罗又补了一枪 随即战线在海中爆炸 粉碎在了阿姆罗面前 损人这边 钢加龙也被摩蟹抓住 无法动弹 当天晚上午夜时分 白色基地修缮完成 继续出发 然而白色基地的众人 并不知道间谍已经潜入 不久后 白色基地到达了大西洋海域 朝着加布罗尔去 此时的米孩尔 正在舰长布莱德的房间找寻 目的是为了找出 白色基地居往的目的地 以及有关白色基地 战力的资料情报 无意中遇到凯前来 寻找布莱德 二人撞了个阵兆 凯认出了米孩尔 并问他为何会在这里 米孩尔得到这个情报后 却不知道要如何才能传出去 不久后 白色基地遇到一架民航机 发出了求救讯号 布莱德通过调查 查出此机是联邦 渔业工会的飞机 于是堆起进行救援 让民航机停在了母舰甲板上 然而他们不知 这两名飞行员 正是侦查队员伪装的 他们的目的 就是前来接收 米孩尔获得的情报的 侦查队长布恩声称 他们半路遭遇到了 集蒙军袭击 布莱德承诺帮起修理飞机 并提供回去的燃料 不过修理期间 两名飞行员 必须待在隔壁房间中 修理途中 布恩以上厕所的名义 来到了卫生间 并在卫生间 联系上了凯房间中的米孩尔 米孩尔将白色基地 凯冲出房间时 刚好遇到 民航机修理完成 离开白色基地 他联系布莱德 声称民航机是间谍 可布莱德询问他原由时 凯又不好开口说 毕竟他还是想要保护米孩尔 所以也就不了了之了 很快布恩就将情报 带回了疯狂愚人队 不过夏亚负命还要去非洲视察 不知该追还是不追 没想到布恩却主动提出要出战 夏亚求之不得 于是他让布恩驾驶 新型机动装甲古拉布罗 并配备给他两台魔蟹 让其前去毁掉白色基地 不久后 布恩等人就追上了白色基地 并发动了攻击 机动装甲古拉布罗和两台魔蟹 不断释放导弹射向白色基地 布莱德见状 让白色基地展开弹幕 阻止对方攻击 奈何布恩等人的攻击太过猛烈 白色基地舰体多出损毁 布莱德立马派出机装甲出剑 与敌人交战 机装甲分解成高达和激战机后 加入了战斗之中 由于钢加龙和钢坦克 都无法在水中战斗 损人只能驾驶钢坦克的 核心战机出现欲敌 而钢加龙的核心战机 弹射器在上次对战中被损坏 所以钢加龙中的核心战机 暂时无法使用 布莱德只好派凯驾驶 钢普利运输机去对抗敌人 米海尔在舰体晃动中 发现了白色基地中的奇卡等人 看着他们与弟弟妹妹年龄相仿 米海尔后悔不已 于是他找到凯 并准备与凯一桶前去对付敌人 因为米海尔知道 是自己的情报导致了这个结果 在米海尔的再三请求下 凯终于答应了米海尔 随即二人驾驶钢普利运输机 来到空中展开战斗 随人和塞拉共同对战其中一台魔蟹 在二人的完美配合下 塞拉找到机会运用光束炮出击 魔蟹被粗不及防的攻击 打了个正着直接下线 阿姆罗这边 正在与布恩驾驶的古拉布罗激烈战斗 面对强大且坚固的机动装甲 高达的攻击效果并不显著 阿姆罗深知 只有近距离攻击的威力才能重创对方 然而却在高达靠近古拉布罗的时候 被其抓住了腿 二者之间的体型差距 宛如成年人对抗婴儿一般 无论高达怎么挣扎 也无法摆脱古拉布罗的束缚 与此同时 刚普利运输机这边正在对付另一台魔蟹 凯负责驾驶刚普利运输机 躲避魔蟹攻击 米海尔则是负责控制导弹发射装置设计对方 然而连续两发导弹都为了命中磨蟹 磨蟹趁机浮出水面 发射光束炮击中了刚普利一角 凯让米海尔抓住机会 释放下一波导弹出击 没想到刚才的磨蟹攻击 导致驾驶士的发射装置失灵 想要发射导弹 只能用弹射器旁边的开关 米海尔听闻后 自告奋勇前去发射导弹 可是作为新手的米海尔 并没有系安全带的意识 凯与米海尔之间的爱情 就这样夭折在了战争之中 不过经历了这些的凯 将会变得更加坚韧和可靠 数天之后 白色基地进入了南美洲大陆 并继续朝着联邦军总部加布罗前进 从非洲视察归来的夏亚 带领疯狂游人队悄悄跟随 因为几风军一直未找到 联邦军总部的具体位置 夏亚深知 跟着白色基地就能找到联邦总部的入口 一段时间后 白色基地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原来加布罗总部藏在深山中 并且进行了完美伪装 怪不得几风军在附近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 夏亚得知了加布罗总部的位置后 高兴不已 她决定这次要毁掉白色基地和加布罗总部才行 加布罗总部派出了胡迪上尉 前来迎接白色基地成员 胡迪上尉是马基路达小姐的未婚夫 而且二人之间都是相互喜欢 十分恩爱 他们原本打算在奥特撒作战结束以后就结婚的 因为到时候白色基地成员们也会来到总部参加婚礼 不过马基路达却在奥特撒作战中牺牲了 爱无几乌 所以胡迪将白色基地看得非常重要 夏亚这边 受到一台新型机动战士名为索克 索克也是水路两用的机动战士 拥有卓越的跳跃性能 夏亚让索克带领两台战蟹 作为先前部队潜入加布罗 疯狂愚人队 则是等待北美加州援军到来后一起突袭 索克和战蟹通过搜查后 成功找到了加布罗入口待命 很快北美加州几翁军与夏亚等人会合 他们立马对加布罗总部发起了强势攻击 并从战舰上放出大量扎古和老虎以及大魔进入战场 夏亚加持红色魔蟹 带着部下也加入了战斗之中 加布罗基地不断释放炮弹攻击来阻止敌人靠近 因为联邦不想让总部的入口被对方发现 挺住在入口处的白色基地还未修缮完成 不过其中拥有的机动战士已经完成修理 可以出战 白色基地成员们立马各司起职准备就绪 联邦海派出了量产机机动战士吉姆各处埋伏待命 吉姆是高达的简易生产化机型 其性能远不及高达 不过可以对付吉姆的量产型扎古和老虎以及大魔 夏亚这边 戴琳的两台魔蟹都被炮击命中爆炸 几番找寻后 他终于找到了先前部队索克和两台战蟹 索克驾驶员告诉夏亚 加布罗的入口一上一下有两个 于是夏亚决定兵分两路对入口进行突破 他和索克一起从上面的入口进行攻击 其余两台战蟹则是从下面的入口突击对方 钢坦克和钢加龙正好埋伏在下面的入口以战蟹开战 凯利用钢加龙的炮击命中一台战蟹让其爆炸 阿姆罗驾驶的高达在上面的入口处以敌人开战 而且这里正是白色基地停放的位置 胡迪尚未为了保护白色基地驾驶气电船出战 阿姆罗深知气电船是无法战胜机动战士的 止住 你连接近 不可能 那是 不可能 我还能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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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迪尚未得死 让众人明白他对马基罗达的爱有多深 当阿姆罗提起夏亚归来时 塞拉震惊地打碎了杯子 接下来夏亚将会卷土重来袭击加布罗 塞拉与夏亚这对兄妹之间又将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预知后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我是老蔡峰 我们下期见